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盛冲温大家比较熟悉 这是一个传奇性风格非常多特的作家 以前文学史对所谓大作家一般都有专庄的论述 像五六四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文学史 一般专庄论述的都是鲁锅锚巴老巢 就鲁信 郭沫若 矛盾 巴金 老舍 朝义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 到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 对一些作家包括像沈从文 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到我们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候 就扩编了 把沈从文也列为专庄来论述 对他的位置 对他的地位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沈从文的创作商品 沈从文是湖南湘县凤凰县人 现在那个已经是一个旅游点了 是一个非常美丽 是一个偏眼的一个画外之境 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寄居的地方 沈从文他的父母就是苗族和土家族 小时候沈从文生活是相当的 业力是相当的丰富的 大概他只度过小学毕业 高小毕业以后就进入到地方的军队去当兵 当过班长 当过文件书发员文书了 当然他当的基本上都是少爷兵 这个传记上说他看惯了 他是一些传记 说他看惯了香槟的雄武 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和洒落的黑暗 所以他比较早的对社会的残酷和诸位生活的疑味 都有所了解 这些对他后来比较内向的性格 沈从文是比较内向的 以及他作品里面经常写些野蛮残酷 一味也是有关系的 沈从文是来自于农村 他很熟悉湘西这块土地 所以他对全部的那种相熟 都有特殊的一种敏感 我们可以说是湘西成就了 这个他 也是他作为这个小说里面 他把湘西作为他小说的主要的 这个场景 也是作为他的心灵的故乡 当然沈从文也受到武士的影响 大概是1923年 他跑到北京 离开家乡 跑到北京 在北大附近呢 就是现在沙滩这一带 就是当旁听主 不是正式的注册的学生 在那个时候 生活是很艰苦 他是开始学习写作 所以沈从文可以说 他是自学成才的 你想想小学毕业 最后艰苦的奋斗 最终他变成大学教授 也变成一个著名的作家 解放以后 沈从文基本上没有再搞创作 他当过博物馆的研究员 主要是从事古代富士 古代的服装研究 考古的研究 这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所以这个人一生是充满传奇的 他的创作也可以说 独技一格 那么沈从文的著述作品很多 他成就最高的是小说 散文也写得很好 主要的集子 这个有龙珠 礼殿及其他 石子船 辅厨 阿黑小史 日夏小品 柔书籍 八郡图 从文小说西作集 新已旧 祖父集 春登集 黑凤集等等 还有一些中长篇 像阿丽丝中国游记 编程 等一下我们要讲 长河 散文集呢就有 从文字传 既丁临 湘行 散记 湘西 还有一些文论 这些呢都是 现在可以在 沈从文文集 或者沈从文前集里面找到 沈从文的作品呢 分为两大类 一类呢是写湘西的 另外一类呢是写都市的 城市的 这两类作品非常不一样 显然湘西题材的作品 更能够体现沈从文的特色 成就也更高一些 而都市题材啊 绝大部分都用讽刺的笔 笔调来写 有时候留以浮面 他写两个作品 两类作品 两个世界很不一样啊 截言不同 那么沈从文对湘西生活 对故乡的农村的生活呢 是那么倾心啊 那么热爱啊 充满了无尽的那种怀恋 那么对城市生活呢 他是很反感的 所以他总是拿他的故乡 湘西啊 那种淳朴健康那种生活 来把都市的生活 他认为是苍白的佛无法的 来做对比 把它比下去 这个城市生活啊 一般来说都是作为他整个 乡村生活 这个城市生活的描写 是作为他乡村生活描写 乡村细数 一个陪称物 或者一个补充 是吧 是两个 两类作品 两个世界是这样 这个在沈从文作品里面呢 有很多写到这个 支铺的那种农村的生活啊 譬如说写两性关系 这是沈从文作品的一个 经常出现的内容 这两个世界中 这个他都写啊 有时候城市他也写这个 但是这里你们对照一下 可以看到啊 乡村和城市 这个性爱关系 那么在沈从文的笔下呢 是结缘不同的 是吧 这里我们可以略为展开来说 因为这是一个很 这个要紧的一个问题 那么沈从文写到 湘西题材的时候 他赞美乡村少女的那个 纯美 是吧 也赞美呢 乡村性爱行使的 大胆自然 无畸心 没有畸心 譬如说有篇小说叫三三 还有篇叫萧萧 都是写少女的 下面呢 还要讲到编程也是 他写的都是那种纯净的 朦胧的感情 是吧 所以沈从文笔下的那些 女性形象嘛 那些少女特别是 写的都是这个 柔美 如水 像水一般 可以用 甜蛋自首 四个字来说明 是吧 他写乡村 少女 乡村的女人 是这样 医史相关的 他写的乡村 那个湘西的那些男性呢 也很有特点 都是诚实的 勇武的 不驯服的 有血性的 你的是你的 男的是男的 是吧 很不一样 那么在 在情爱表现上 也写的非常的自然 雄强 是吧 健康 甚至带有点 也原始的蛮性 是吧 他写这个乡村的 那个男女的 那个情爱关系 所以可以用自在这两个字 来说明 沈从文对乡下人生的一种概括 好像一切都是自然的 像有篇小说叫 博子 博树的博 他写到了一个妓女和一个水手 就是这个开船的 他们那个之间的性爱关系 那个男的呢 就叫博子 每个月呢 一次 赚了钱呢 就来 这个 就去跟他这个妓女相好 也会面 觉得满足 在小说写 像一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 在无所顾忌的前行 而不知觉 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是吧 这个生活不容易 很艰难 但是 他一切发展得很自然 便是有一天突然受到严重的挫折 有所悟了 有所了悟了 还是不脱离生命的那种自在的状态 所以他写的一个乡下人呢 写湘西 他的情爱关系也好 什么也好 都是一种自在的状态 很自然的吧 这里我们不妨呢 多说几句 这个 他的这方面的情况 譬如说 有篇小说叫 萧萧 萧萧 萧萧是个人名 是一个乡西 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 这个萧萧啊 小时候很活泼啊 很好奇 对新鲜的事物啊 都有一种好奇心 譬如说他的祖父啊 这个 经常说 你学生过生 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时候放春假的时候 有些城里的女生 要到乡下来过 走过那边 演竹 叫做啊 那乡下人呢 看到女学生的 穿着打扮 就觉得很奇怪 他不是羡慕 觉得是可笑 是吧 是乡下人的眼光 这个萧萧呢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过 城里的女学生 但是他对这个女学生 能够从城里到乡下来 这么自由 这是个自由的事物 所以他觉得是有点可怕 有点神秘 但是有点想往 这些小孩 小女孩 那沈从文呢 是有意 在这个萧萧 这种安稳的 偏僻平静的 这种生活里面 透露了 透露了一点 是吧 外界的那个信息 外界的影响 所以这个萧萧 给你 萧萧啊 这个乡村女孩 和那个女学生 是吧 城里的 他们之间 好像是有个神秘的沟后 这个事情的发展呢 就是萧萧慢慢长大了 长到十多岁的时候 这个很不太懂事 有个这个长工啊 有个农村的一个 一个小伙子 叫花狗 就把这个萧萧 这个肚子呢 给搞大了 这个时候啊 这个萧萧怎么办 还是个小孩 是吧 不太懂事 他就说 花狗大 我们到城里去自由 来学那个女学生 我们要走 我们到城里去 这时候他这个萧萧是明白 自由 是解决 他目前困境的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小伙子 花狗啊 有点不太负责任 是吧 他不不需要这个自由 他就悄悄的疏 疏了自己的东西 溜之大吉了 他从外村来的 是吧 只剩下萧萧一个人 这个后来呢 萧萧的事 肚子慢慢大了 给家里人发现了 按照一般的意想 会怎么样 大家想 这个你还会怎么办 这一般的意想啊 就是萧萧这个倒霉的事 可能会以悲剧作为结局 是吧 可是萧萧的环境 很湘西啊 以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萧萧他也想到过 要死 要投水 要吃毒药 可是他终究舍不得 是吧 他的祖父呢 他的祖父啊 怎么办 就请了本族的人 大家来开会 结定 是到底是成坛 就把他放了 这个让他死啊 还是发卖 把他卖掉 成坛是那个很残酷的 是吧 是那个以前那些 这个旧家族啊 处 处处处处 处处处处处这些 这个男女之间这些 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事啊 这种残酷的结定 但萧萧呢 他没有读过 那些职业之类啊 他不懂得礼教 啊 不懂得这个礼教 比性命还要宝贵 所以大家 最后讨论来讨论去呢 怎么办呢 就决定 把萧萧卖了啊 卖到外边去 但是外边没有人来买 过了不久呢 萧萧就生下一个孩子了 讨论还没有来得及 生下一个孩子 萧萧呢 这个 这个 就是这样啊 小说的结尾啊 就是大家就 原谅他了 家里的不当回事了 这个也就算了 生了个孩子 大家也就高兴了 小说的结尾呢 就是萧萧抱着那个新生儿 在自己的师生子 那是让师生子啊 这个慢慢呢 这个 这个 以后啊 这个长大了 啊 长大以后呢 慢慢呢 也要给他起媳妇了 这时候呢 他对未来的生活 一种懵懵懂懂的 一种想象啊 所以萧萧的 在这个 他的这种环境呢 是一个很有情味啊 很现实的 一个乡间 那个环境 他永远给人出路啊 这个叫好人呢 能够 这个 狗狗切切也好 一代一代的活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世外 陶渊似的啊 有他的那种 直铺的 简单的 存活的原则 自生自面 这外陀的世界啊 天翻地覆 跟这里好像没有多大关系 就带给这个 乡间的 那种 这个 小小的烧洞呢 也就是女学生 到这里来 演竹啊 后来萧萧做老媳妇 生了孩子 再做婆婆 是吧 他四父呢 也想过 女学生的婆婆 所以他对 他的小孩说啊 明天长大了 我们也讨过 女学生媳妇 是吧 所以萧萧呢 这个同样 事实上他是个同样性 他这个悲惨的命运呢 这悲凉的命运呢 是在于哪里呢 不在于 受什么压迫啊 在于什么 在于对自身 那种 无意识 对这个人呢 对他自己自身的无意识 是完全过一种自在的生活 所以 沈从文写这样的小说 一方面 他是赞赏 留恋 但是也有点惋惜 是吧 他有这样的情感 这是一类小说 就写这个优美的 自在的 自然的 是吧 还没有太受到 外界文明的污染 所谓 另外一类呢 沈从文的小说啊 这个写乡下的 是有意突出那种神秘 野蛮 是吧 所以有些神经衰弱的人呢 有时候都可能受不了 就一方面写的很优美的 想想很自在 另一方面呢 他也写一些很野蛮的 当然注意啊 这种野蛮 他也认为是 那种 比较严实的 生活的一种形态 也是自在的啊 像有篇小说叫夜 夜 夜晚的夜 就有一个回忆 回忆呢 小时候军中的生活 这个 有一天晚上啊 他和三个人 一共就 加上他这四个人 每个人呢 都要讲一段 离奇的经历 就是自己 每个人的离奇的经历 其中有一个人呢 说 从前呢 他曾经 和一个住在山寨里边的 苗珠的女人相好 这个苗珠的女人呢 是一个有夫之妇 长得很黑 但是非常美 她的丈夫是什么呢 是个巫师 她丈夫是个巫师 这个当兵的呢 是吧 这四个人都是当兵的 就回忆这个事 这个当兵的 经常偷偷的 和这个女人呢 到巫师那个 就到他们那个 屋子背后的树林里面呢 去约会 有一回呢 已经约好了 晚上要见面 是吧 但临时呢 这个当兵呢 有事说 脱不开身了 不能去了 就请刺激的朋友 这个当兵呢 就请刺激的朋友 先去通知他那个情妇 是吧 刺激呢 再过一回 再去啊 等于到事情做完了 完了以后 办完了以后 这个当兵的呢 就去这个树林里 去找她的这个那个女人 这时候就看到她那个女人呢 正和她的朋友 是吧 就和那个男的这个朋友 楼抱在一块 两个人楼抱一块 她都非常生气 是吧 怎么能这样 我叫你来通知我的这个女友 你结果你 你们两个好了 是吧 非常生气 所以呢 要过去要揍她 一过去一看呢 大吃一惊 为什么 这两个人呢 抱着的一男一女呢 被一根那个 长毛啊 一根长毛 串到一块了 深深的这个 这个扎到那个树中 把它串在一块 所以这个大叫一声 这个 这时候 背后呢 就有一个人哈哈大笑 这哈哈大笑是谁 就是那个你的 她的丈夫 她就这个这个 当丈夫的就说 回去 告诉你们 营中的那些风流伙伴 我让他们两个人 连在一块了 是吧 所以这个士兵呢 知道怎么回事 就可以找他 但找不到 回到兵营以后呢 这个就发现 回到兵营以后 那巫师啊 就把自己的火 把自己的家 放一把火 被烧掉了 把自己放 你看他写这样一个 很残酷的 原始的 这样一个行为 这种习俗 是吧 他其实呢 也是表现那种 雄强的所谓 那种野蛮的 但是又是自在的 那种习性 很多小说都这样啊 写残酷的东西 写蟹斗 是吧 写这个农村里面呢 蟹斗 你的呢 就往前去助阵 男的呢 以流血牺牲为荣 这个打完仗以后 你如果 活着过来了 你就用敌人的血 蟹斗对方的血 占了血的头巾 裹在头上 来唱歌 凯弦 或者甚至呢 把对方 这个 那些人死了的 把他心挖了 炒了那个 炒那个肝 炒那个心 来下韭菜 这样一些很残酷的 离奇的故事啊 沈从文小说里面也有写 它是一种烈奇的性质 但是艺术上都不太成功 但是可以理解 沈从文写这些东西是要表现 所谓乡村的那种原始的蛮性 他认为这是有力量的 是吧 这些女子那么纯洁 那么自然 这些男的那么野蛮 雄强 是吧 那么雄强 他认为这些都是一种自然的生活 是吧 是城市社会所缺少的 另外一种他认为是正常的 生命的形式 结果